对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B&W新世代的Sand Touring 其实B&W在旅行车 这样子的急剧的车型上来 经营已经算蛮久的一段时间了 尤其是第一代的E30这款的旅行车 可是很多旅行车玩家 真的是非常想要收藏的 期货可居是不是 没错 其实我们要看历史 绝对不是说我要跟观众朋友 一代一代去介绍 因为说真的 这个不用我来讲 维基百科一定讲得比我还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历史是什么 我们希望从历史找到一些特性 找到一些故事 可以跟消费者分享说 到底它这个三系列旅行车 历史这样发展厉害在哪里 好 我们看这样的萤幕 总共是我们呈现出来 整理出来有六台六个世代 从左上开始 其实E30世代并不是第一代的三系列 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 它其实除了我们现在萤幕上 所看到很多玩家喜欢的 五门旅行车以外 它有双门 它有四门 它还有敞篷 它甚至还有很多玩家 它更爱的什么M3的车型 所以它在这个世代它大爆发 而且我觉得BMW它从以前到现在 都没有变的一个关键是什么 它喜欢把它的驾驭的热情 散发在不同的车型上 而且是散发在日常生活 都开得到的车型上 所以这个是BMW一路走来 从来没有改变的初衷 好 那我们讲完E30这个世代之后 我们看上面这个世代 上面这一排E30是80年代 36是90年代 46是97就是90年代尾 那下面都是21世纪的事情 左下方是2004年 中间这个F世代 它其实是2011年 到右下方G世代是18年 但是它这个旅行车 其实是19年来出来 可以发现它整个三系列 包含我刚才说的E21 整个横跨40几年 但是旅行车的历史就占了30几年 36年 所以可以从这个故事 我们去跟大家常见的 什么EA 2B去比较 以宾市来说 我们都知道它的对手 应该就是C-Class吧 对 C-Class它出现旅行车的车款 其实在W201的时候还没有 也是我们俗称的E900 这个世代还没有 那到90年代的W202之后 它才有推出旅行车 反正B式比较晚 对 还是90式比较晚 所以在三系列跟C-Class旅行车 世代来说三系列是比较久的 再来是说我们跟Audi来比好 Audi当然在A4的时候 其实A4是从90年代才推出 A4才开始推旅行车 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前80年代 它叫做Audi 80 其实也有旅行车 但是我们知道Audi 80 那时候跟三系列也好 跟C-Class也好 我们整个的品质也好 整个在市场上的评价也好 双B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这本朔源来说 三系列在旅行车的世代 的发展其实是最久 最久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些know how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刚才 艾大帮我们展示的 后箱可以独立开启 后箱的后挡风玻璃 那个挡风玻璃 可以独立开启这个功能 对 这个设计好棒 其实从146这个年 世代开始就有了 而且这个好处 我相信有些观众也会说 其实旅行车 有些休旅车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刚才罗哥讲过 旅行车比较低 你在拿东西的时候 像有些休旅车 后面比较高 所以你在拿东西 就好像在捞东西一样 那捞起那个什么 终于节目恐怖箱一样 有时候你还不一定捞得到 对不对 这就是差别 而且这个世代 还有一个很聪明 叫做后箱底板直滑功能 车辆开起的时候 后面会有一个 类似金属滑轨 帮你微微升起 避免你在开的时候 有些后箱的行李 会往后滑 减少它去滑动的机会 这个就是他们发展 三十几年旅行车的 一些know how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从这个历史中 找到这个车型的一些特色 跟大家分享 所以其实B&W在旅行车 这一块领域 真的生根蛮久的 但是面对了 新世代的一些车型来说的话 B&W 3 Touring 的确要遇上 它的强劲对手 那就是宾市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宾市面对这个 Sea Estate来讲的话 这两款车 如果消费者喜欢旅行车的话 艾达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选呢 其实双B一直是互相 余量情节 对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品牌 互相彼此非常非常的礼貌 那当然在车辆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想想看 我们以现在G21的 330i Touring来说 它对上的就是 C300 SE的AMG 我刚讲了 它的动力是完全一样的 258匹的最大马力 那扭力的部分则是 330i的Touring 稍微大一点 达到400牛顿米 比起宾市的370牛顿米来讲 是多了一些 所以它在0百加速的部分的表现 也比C300来得更快一些些 从5.9秒跟6.0秒的一个差距 虽然差距只有0.1秒 你会说0.1秒没什么 如果你真的红绿灯起步 跟人家油门踩到底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0.1秒 其实差了蛮远去的 那再来刚刚我们也 非常推崇的一个叫做 它独立后面开启式的 一个后掌红玻璃 也是BMW独有的一个配备 我觉得这个配备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再来像现在像宾市 C300 STA 它就有这个全套的 这个免钥匙的功能 像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 只有半套 还被我老婆耻笑 那我也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很缺车嘛 没得选嘛 就是有车交 就不错了 所以但是在以 这个智慧钥匙的部分来说 BMW的智慧 免钥匙系统 它是属于智慧型的免钥匙 其实在程度上面来说 跟宾市还是有一些些差距 再来刚刚讲的 后箱底板的止滑功能 也是这个BMW独有的 那再来中央的一个触控荧幕 我们刚刚讲的是10.25寸 但是宾市它不能触控 它没有触控的功能 因为它算是旧系的 是它是旧世代的 而且如果以现在新世代的 宾市来讲有什么 MVUX那些 在现在的 C-Class上面 它还没有办法实现 这个是有比较差别的一些地方 那再来原厂的一个中文导航系统 那像 宾市你必须要选什么 Command 这般就是GAMI 其实那个真的是速度蛮慢的 有的时候我们从车子设定好导航 然后开出去 我都已经上高速公路 它还在那里一直转圈圈 你是说原厂的导航 对 宾市 GAMI那个系统 还在转圈圈规划路线 我想它运算晶片可能是有点差距 那再来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是讲三次 就是抬头显示系统 因为这个可以降低驾驶人 整个在低头的一个状况 那以330i Touring来说 它就是标准配备的是 有原厂的抬头显示性 而且它呈现的资讯非常的丰富 又是彩色的 不过呢 BMW 330i Touring的售价呢 是比宾市C300 S10来得贵一些些的 我们BMW的售价是285万 那以宾市来说呢 是279万 有着6万块钱的一个价差 但是你要想想看 一个是新世代 一个是旧世代 一个是你买的车子 大概可以开8年 都是路上最新的车子 可能如果你买的是 宾市的C300 S10 大概再开个一年半两年 马上就要改款 为什么要叫我讲这个呢 但是我讲的是事实 所以有的时候 因为新世代的车 毕竟它的配备也比较科技 比较先进一点 是没有错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相提并论 对 因为毕竟世代上的不同 但是现在来说 这两个产品就是一个 非常精准的竞争对手 因为买330i Touring 一定会去看C300 S10 AMG 就这样 选择考虑C300的人 一样也会去看330i Touring 所以这个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分析给大家知道 其实喜欢旅行车的 不只会看双B这两款车 可能他也会去跑去看 Audi的旅行车 甚至于是Volvo的旅行车 对不对志祺 其实以这两个品牌来说 我们看到制作单位列出来的例子 是Audi A6的Avon 以及Volvo的V6 首先讲一下为什么是A6 这个以极具来说不太一样 因为在台湾市场 A4暂时的先退出一阵子了 因为它的新世代小改款的车型 还没有到台湾了 所以就先放A6 不过以A6来说 因为随着Audi在近年市场的一个操作 它的售价其实是有稍微压低一点点 那也吸引了一些 原本是这个极具的消费者 考虑是不是要多花一点预算 升级大一点点的车格 那如果你对于 我觉得如果你对Audi有 可能过去也没有很久 三五年的一个成见的话 新世代Audi真的要实际去看一下车子 因为它真的 所有的设计与会 然后科技的界面 风格完完全全都不同 A6RVon其实给我最好的一个印象是 其实它的设计的比例是很不错的 那内装它的所有的科技界面 基本上就是移植 他们的当家旗舰A8很多的系统 包含两个荧幕 触控的回馈等等 全数位的虚拟座舱 这些东西都是 我相信如果买旅行车的好爸爸 会很喜欢这种东西 比较科技感 比较冷冽一点点的风格 那它相比整体的其他品牌 在操作上 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很多人很喜欢 Audi的Quattro的系统 那你一定要买到顶规的汽油车型 45TFSI才会有提供 那目前入门的两个TDI的柴油的动力 都只是前驱的 这个是稍微可惜一点点的地方 不过它整体的设计啦 空间质感确实都已经大幅的提升 还有刚刚讲的价格的部分 其实稍微比较亲民一点点 那在Vovo的V60呢 其实算是他们 这整个新世代 从XC90推出到现在 算走完的一个 就所有的车型都改过了 那目前大概就剩V40 还没有推出新款 那V60在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它的感觉上啦 它的尺码的定位 稍微比C-Class跟三系列 感觉起来再小一点点 而且其实包含它跟 在往上的V90 就差异化就比较明显 但是所有的配备 我们知道Vovo只需要分动力 你没有等级要分 因为它基本上 就包含最入门的momentum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标配 可能就差在一些 例如RT上的4CD的电子悬吊啦 甚至抬头显示器 这种小小的功能 所以我相信Vovo在 如果你是喜好这个品牌的话 你在选车上是相当容易的 你就挑自己喜欢的动力 包含像是最新有 这种B5的动力啦 柴油的甚至 Plug-in Hybrid 在这上面都算是它 常规贩售车型里面的主力 这个是跟其他品牌 比较不同的一点点的地方 喜欢享受自己 Lifestyle的朋友 除了选择旅行车啦 或者休旅车之外 我们其实发现 在豪华品牌的房车上面 仍然有不少的消费者 喜欢这个房车的配置啦 甚至于它的动力的表现 如果说再加上了 Empower 或者是AMG的加持之下 喜欢开车的朋友 那真的就是非常中均 这些车款 对不对 小叶 没错 我们又要讲到Empower跟AMG 好像又要讲历史故事 没有 因为说真的 这两个品牌 你要讲历史故事 我觉得我一集都讲不完 对不对 那故事真的太丰富 不过从历史中 我们再来找到一些 蛛丝马 就来聊聊看 这两个强调性能的 子品牌来说 到底有什么不同 好 我们先来讲 我们现场有看到 这个BMW的系列 就是Empower 它最早是从 1970年代就开始 以公司的子公司 就是以公司的子部门来说 它开始发展 大家记得 它是BMW自己去发展 然后慢慢转到近代 它是变成一个BMW的子公司来说 它用子公司的方式来经营 好 那在AMG来说 它其实一开始 如果大家熟知这个历史 应该都知道 它是宾市里面的工程师 自己出去开的一个改装厂 那当然一开始 他们改装厂表现得相当好 在各个赛事上 都有很好的成绩之后 宾市发现 好像全世界在这个豪华房车 或是豪华车坛的领域 有这个性能车款的需求 他就后来又把它再并购回来 现在也是变成宾市的一个子公司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两个品牌的发展之下 BMW他们清楚知道说 我们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集团 基本上就需要这样子的部门 就需要这样子公司 因为我们都知道 性能 操控 驾驭乐趣 是这个品牌很重要的一个DMA 没错 那宾市一开始发展 他们是想要达到一个 世界上很好的车子 舒适豪华的车子 所以一开始 他们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发展 再换一个另外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都知道 BMW很有名的M3 M5 都是在1980年代相继出来的 一个84年M5 一个86年M3 对不对 可是到了宾市这一块 他们在AMG一开始 我们还记得一个很有名 叫做510 后来叫E500 一开始他们这个动力 这个部分 还是其实也帮我们达到 保时捷 对不对 其实在整个品牌的发展 并不是说AMG 可能就比较不好 或是Mpower比较不好 而是说这两个品牌 他们在发展逻辑上 其实就有点差异 对 那此外 现在从一开始 BMW是这样发展 BMW 那个 电视 电视是这样发展 而是我觉得很 到了这几年去分析 就发现 AMG好像有点改变 就是说 我们知道现在AMG 有非常多的选择 比如说35 45 43 53 63 非常多的系列 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也搞不大清楚 哪一个是 One man One man 对不对 而且以前的AMG 是怎样 可是因为有挂上AMG 大家就疯了 就很疯狂 不在乎 就想要讲这个 我给他补充一下 就是以BMW的 Mpower来说 它是比较 怎么讲 比较具有品牌的 中央的一个思想 而且它具备有 比较完整的一个 历史与传承 那一直以来都是坚持 在这个状态下去做操作 那AMG来说 我们刚刚小叶也提到 AMG是它这个 宾室里面的工程师 也就是叛徒的意思 跑出去又被开了工厂 然后又被宾室买回来 那其实AMG系列 这几年来跟非常多的 外面的改装厂去做合作 包含了这个 以前机械增压时代的时候 跟Kalaman做一些合作 所以也就是说 它的血统 有时候会稍稍被 受到一些质疑 那再来就是 刚刚小叶提到的 现在这么多AMG 还有什么4335 这个到底以前 像神主牌定位班的 那个AMG在哪里 尤其是买高价AMG的车主 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的那个尊容感不见 没错 这个是我相信 很多AMG车主 心里面在想的事情 因为它并不是 你买了什么3543 它并不是 One Man One Amgen 那样子一个概念 它的逻辑就不太一样 它觉得 你把AMG廉价化 当然它推出这样子的产品设计 可以更亲民 对 可以让更多人拥抱AMG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行销策略 但是会让这些高端的AMG的买家 稍稍有一点点杂音在那个地方念念念 对啊 而且像刚才艾达说的 这个有点廉价化的感觉 其实它在BMW上其实都维持得很好 比如说M Sports套件 外观为主 M Performance 它有一定的性能程度改装 到最顶级的M Power 其实那个逻辑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它这个一贯的逻辑跟AMG不同的是 你会发现AMG以前它是用大排气量 现在可能是用很极端的动力 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说 我可能觉得4.3 5.3可能比较适合一般驾驭 真的叫我平常开6.3 我真的会 我可能稍微动不掉 所以这个两个的差别 并不是说谁好谁不好 而是你会发现 整个品牌的一贯的逻辑 其实是有点不同